每当瞭望无际的天空 在那遥远的西方 有一个人在看 心灵把我心灵虽然看不见 但是心灵可以善良 可以纯洁 心灵可以慈悲 可以关爱 心灵的美 心灵的健康 指导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让我们用关心福大的心灵的慈悲 去爱每一个人 过好每一天 我们每天想着通不烦恼 不生病 能够化解冤结 解脱痛苦 消除业障 静下西方极乐世界 共攀四圣 这就是心灵把门 在来香港的飞机上 看了一则消息 这是一则台湾的消息 在台湾有一个云林县的乡民 他正在开车 突然之间有三个人在马路上挡住了他的路 他按喇叭 按了几下喇叭 结果呢 这三个人呢就堵住了他 不让他整开 他就 这个农民就走下车 去跟他论 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三个人就把他一顺暴打 从接下来有一个人把他安在地板上 拿起枪 对着他 放一枪 三十一岁 想想看现在的社会 按几下喇叭 一个三十一岁的生命就没有了 人怎么不要慈悲 人怎么不要学点善良 人怎么不要懂得慈爱 所以学博学法 就是让众生更懂得在这个世界上多一点爱 我们要以平等心 过上没有欢喜心意和厌恶取舍的心 因为我们的人现在对人都是恶气相加 要你先对我好了 我才会先对你好 实际上人就是有厌恶之心 我们没有祸乎得失 我们修行 不能把佛单单的当作偶像来拜 而是我们要用心去触摸 我们的心能够触摸到菩萨的慈悲 触摸到菩萨对人类的这种心态 就是要救度众生 我们要理解菩萨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要经常和菩萨用现在话叫结尾 实际上就是佛法上讲的叫心佛如意 你的心和佛如果合在一起了 那么你就是人间的佛了 佛陀 佛陀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的时候 他有一次去见了这个波斯尼王 这个波斯尼王呢 当时就问他佛陀 你给我开示一些佛法吗 佛陀就跟他说了 世界上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从光明走向黑暗 还有一条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短见之人是从光明走向黑暗 而贤能的人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救自己的生命才能救度众生的生命 才能救别人的生命 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聚静的涅槃之中 无受外界的诱惑 那才是自主的生活 那我们在人间已经过上了菩萨自由自在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